盪位圈的逆襲 跌破我們團隊所有人的眼鏡 看他這次呢 跌落神壇 在這個必要的製作當中 妄想著想要插足兩人之間 打妹 打妹 不可以壞壞 不可以壞壞 韓曼的想像大概是這樣子吧 然後呢 韓曼的功能 都會是這樣子 都會是這樣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府社長NIKI 今天呢 這個主題又回來了 也就是我們的 BL調查局 我們在IG上面呢 有公開給大家投票 然後有給大家呢 填寫表單 今天的BL調查局的主題呢 就是 不論呢 你已經是 府林跟社長一樣 就是已經二十幾年的 資深老豆腐 還是出入府坑的幼幼班 都可以 你們或多或少 都有心中自己看過 覺得很好看的作品 也一定都會有比較偏執 然後喜歡的角色 我們之前呢 也曾經做過 就是加工的這個票選嘛 有真的非常糟糕的 那一定也就是有非常好的 今天影片呢 就會給大家一次的公開分享 BL中的爵士好工前五名 本次呢 我們總共收到了 1182票數 因為可能是 因為很久沒有做這個主題了嗎 很多的粉絲朋友呢 在表單中的留言處呢 都有說很喜歡 BL調查局這個系列 所以呢 也是很希望 我們可以多多出這樣子的影片 那也非常感謝呢 有投票 然後有填表單的大家 如果說呢 你們近期覺得空虛寂寞人 然後非常想要吃一點小甜餅 就是 需要世界上已經 絕無僅有的好工 那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也不要忘了可以去 訂閱一下我的副頻道 都會分享日常旅遊 還有開箱的大小事 那如果喜歡看日常向的網友們 也不妨可以去訂閱一下這個頻道囉 還有可以追蹤一下我的 如果我們頻道有相片的話呢 都會一併的在這兩個平台 然後公告給大家 包含這一次的BL調查局的填寫表單呢 也是從IG的限動上面 徵招募集 然後發送給大家這個消息的 IG呢 就一定要追蹤 Follow起來囉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呢 我會從第五名 然後到第一名 然後依序的公佈 然後後面呢 也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六名之後 因為他們那個票數比較分散 最後也會分享一些 我覺得很有趣的特別的留言 也可以呢 就是在唸出來分享給大家 這一次的前三名 有點意料之中 但是也有一位人選 跌破我們團隊所有人演進 他原本呢 都是穩坐在前三名的 但是他這次呢 跌落生產吧 前三名是那種 上位圈的逆襲 我覺得有一個 蠻令人意想不到的人選出現 算是一個黑馬 那我們首先先來公佈 第五名 也就是呢 得到54個票數的 卓卓木與公爺的 卓卓木秀明 大家對於卓卓木與公爺 應該很不陌生吧 因為社長自己也有舉辦過 這一部的劇場版的電影包 我相信很多粉絲 應該都是很喜歡這一部 算是見證了就是 什麼叫做 純情就是最屌的 首位前輩的粉絲朋友是說 在還沒有確認公爺的關係之前 卓卓木學長呢 是完全不敢越界的 我看了他覺得很厲害 露在面前不能吃冷了好久 骨頭已經在面前 然後Stay 就不能吃的那種感覺 冷得住呢 才是最佳的好老公 那另外一位小白是說 我個人是偏向喜歡瘦的人 但卓卓木真的超級吸引我 他超級珍惜小公 對小公的愛呢不是空口說白話 是真的有用行動在展現的 拜託老公呢就是一定要選這種的 疼惜小兽然後疼惜老婆的 然後另外一位小豆腐是說 很喜歡卓卓木在面對公爺時的態度 為了公爺呢而去接觸以往沒有接觸的必要 而面對公爺時呢很溫柔謹慎 能夠克制自己而努力的盡全力珍惜公爺 會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看公爺 顯現出左左目對公爺認真的態度 還有想要得到的慾望 而且呢左左目非常的護欺占有欲也很強 每次看到呢有人跟公爺接觸的時候 都會直接拉走或是抱走公爺 就會用呢公爺是我的眼神呢看向敵人這樣 這些呢都是很多人覺得左左目秀明呢就是一個爵士好老公的理由 那在第四名呢這一位我覺得大家一定意想不到 那也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說的點路神譚 直接被踢出前三名的上位圈就是來自於 我讓最想被擁抱男人給威脅了的 東古準泰 大家應該覺得 欸媽的為什麼他會是在第四名呢 不敢相信耶真的是不敢相信 那我們準泰呢一共獲得60的票數 那投給準泰的網友是說 什麼技能都會會做一手好菜上的了 廳堂下的了廚房的萬能大天使 床上技術一流總是能把高人幹的爽到快升天 喔這個羽毛一掉吼就是高人斷腰 雖然呢跟蹤能力是太恐怖了 然後另外一位網友是說 多才多藝感覺非常靠得住 還是混血而這不香嗎 會隨時隨地的保護好小兽翅膀也超級可愛 而且呢為了小兽的工作不在他身上留吻恨 這是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西條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蠢泰 你不要我要耶 在這個編友的世界當中 妄想著想要插足兩人之間 Dame Dame 不可以壞壞 不可以壞壞 這編友的世界當中呢 兩個男生才是真理啊 那另外一位網友呢 他非常的認真 列出了四點 他為什麼要把這個珍貴的一票 然後投給我們的準泰 第一 準泰呢笑起來很爽朗 雖然是一個附黑天使的笑容 第二 他對高人呢很溫柔 第三 在看漫畫的時候呢覺得準泰真的很壞心眼 但是又好喜歡這種附黑的感覺 漫畫的肉肉呢超級的好看黑黑 然後第四的理由就是 也非常喜歡呢準泰在看高人時那個 戰有欲的眼神 萬年的發情天使 我覺得大家就是喜歡 切開就是那種不是很正常 然後有點併佼併佼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呢是還蠻訝異的 他其實在我很多次的網友票選當中 逼有調查劇 他都算是很前面然後很善未圈的角色 這一次呢真的是被幹掉 我自己也有點意想不到 大家應該要很引以期盼 後面的這三位人選到底是什麼呢 得到我們第三名 然後獲得了我們75個票數的 是來自於我們的韓曼 大家有猜到了嗎 那就是我們危險便宜商店的 范健佑大叔 可能是因為 欸945老師才剛剛來台嗎 所以大家很集中的把票數呢 投給了大叔這位角色 那大家投給他的理由呢就是 雞大火好又有腹雞超級寵妻 最重要的是呢大叔偶爾都會有一種 非常突然反差的超可愛 言歸正傳 大叔呢始終都喜歡義俊一個人 在兩人中間分開的那段期間 也沒有再跟別人交往過 還為了想要跟義俊呢 過一個普通人生活而擺脫過去的黑暗面 後來兩人在度相遇的時候呢 雖然大叔一直都有想要去找義俊 但是也同時給義俊離開自己的機會 還好後面呢最終兩人還是在一起的 另外一個網友是說 然後自從我遇到這個大叔 我的聖屁直接被改變 大叔呢是那種有事情都要自己承擔 不希望老婆受到傷害 超級重視自己的感情 知道自己要什麼 也是因為這點呢超級戳我 就是一整個寵妻寵到滿 然後另外一位網友是說 難過的時候呢總是會第一個殘養絕 而且靜靜地陪在對方身邊 加上穩計 床計真是了得 甚至呢是XXL的尺寸 還會下廚症是太完美的 OK 說到這個是XXL的尺寸 如果說真的有看到那個 你知道無聖光然後實體的漫畫的話 大家就知道了 韓慢真的是沒有在客氣的 那個小獸啊 雞簡直是沒有人權 韓慢的小獸大概是這樣子吧 然後呢 韓慢的功能 都會是這樣子 都會是這樣子 我覺得韓慢的小獸真的是 不排除暗鈴身高 我覺得他們是真的是全地獎最慘的 陷高粒單 然後雞 又比不上寶特瓶 碰撞的時候我會覺得 這怎麼會差那麼大的那種感覺 棒打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畫面的衝擊感 你們看到無聖光就知道了 會小獸平反 對 我覺得後面的兩名 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這兩名就是 以年份上面的差異而已 那我們第二名呢 直接就是拿到了100以上的票數 也就是120票 來自於魔道祖師的 我們的藍戰 藍二哥哥 藍二哥哥 雲生不知處我們的藍二哥哥 投給我們藍二哥哥的理由呢 就是我最喜歡藍望姬 無條件站在線線身邊的時候 當所有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 在批評怡靈老祖的時候呢 汪姬就是勇於站出來說出實話 為了線線呢 受33的戒邊 真的是那段令人滿心疼的 在玄宇線回歸之後呢 更是默默守護 無論何時呢 都會站在線線的前面 阻擋一切的流言蜚語 雖然呢汪姬話不多 但是呢都是用實際的行動在寵妻 最後就是望姬CP必須所死 然後另外一位呢是說 他好純愛 等了線線13年 前世擔心是線線身體承受不住 而不是呢修軌道會禍害仙門 線線死後呢受他受過的傷 並且等他回來 後世呢把自己修煉成可以保護他的樣子 懂他寵他陪伴他愛護他 沒有錯 你知道哦 問零13年等意不歸人 等線線13年做他做過的事 和他喝的酒 最重要是他也能滿足 謝謝 還有人是說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 欸怎麼大家都用這個 顏值又能秤然後呢身材又能幹 人前忍但盡欲 人後埋頭苦幹 嗷嗷嗷嗷嗷誰能不愛他 魏茵如果不要他的話我直接打包回家 運費自付還倒貼錢 請問一下誰不想要藍二哥哥 你真的運費呢 競標的話都不知道他標到哪裡去了 今天錄這個影片的時候 記事感很足 我記得我哪一支影片 第二名是這個 然後我有說過 能打敗13年的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800年的那一位 直接獲得我們201票數的 天歡四伏的花城 我們的鬼王花城柱 來給大家唸一下就是獻給我們800年 慰愛一生奉獻給謝蓮 能夠呢慰愛吃得下謝蓮的食物 我跟你講我超級認同這句 銀光筆畫起來 慰愛吃下謝蓮的食物 鬼王之區才有辦法承受這個 非現實的打擊 為謝蓮呢雕塑以至於呢有萬神哭 即便呢要為蓮蓮呢 灰飛煙滅也在所不惜 真的是令人哭死的絕美愛情 最愛為你花開滿城 為你登明三千的花城 本人目前24歲 國中的時候開始看Viu 但是一直看的都是漫畫 第一次接觸小說呢就是天官四伏 真的覺得相見恨晚 一看呢就是停不下來 直接連夜看完還買了整套書回家 支持正版謝謝你 後續呢也陸陸續續的看了一些小說 雖然都很好看 但是講到最愛還是會一直想起花城 真的是太痴情了 花城老公真是必須第一名 最喜歡他對謝蓮講的這句 風光無限是你 別若塵埃是你 重點是你 而不是怎樣的你 真的是超帥的 還有雕刻他的佛像 我覺得其實我蠻動人的 真的是全世界的人都覺得 連連就是一個衰神 大家都背棄他的時候 然後只有一個人還是堅持他的信念 真的是信仰他 並且呢 雕塑他的神像 然後為他上香 比方說他是他的腦粉嗎 也是對啊 但是 世界上真的是需要 有這種完全無條件在你身邊的人 都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吧 我覺得 那這前五名呢 給大家分享了 不知道有沒有自己覺得 的確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那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第六名呢 就是我們的療傷遊戲的競爭 競爭就是溫柔又體貼 工作繁忙 還是會有時間就連絡臭 然後還會講出一些 讓人很放心的話 雖然有時候呢 會引起臭的嫉妒 但是競爭真的只愛臭一個人 這種溫良又善良 體貼的好男人誰不愛 再來第六名 我覺得 欸很疑惑為什麼是他 就是我們水邊之夜的呂泰舟 有一個小豆腐講的蠻好笑的 就是老婆把他穿下床 還第一時間問老婆有沒有事 真的是大大加分 沒有錯 就是要這樣子的反差萌 然後第八名是 四周戀人的宋再希 軟軟他是騎充老婆不用理由 把老婆呢 從成小廢物及娃娃 很直接又有錢 帥 腹黑中全 這種功呢 不管是誰 都會抄襲心動的好嗎 以上呢 就給大家整理出前八名的名次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的問答 所以大家的回答跟人物呢 都會蠻粉散的 沒有一個比較集中的票數 所以後面的名次就有點 比較沒有辦法統整出 一個明確的角色出來 但是呢也非常非常感謝有投票 然後呢 有填寫表單的大家 那我也覺得呢 想要唸幾個 我覺得很有趣 或是我自己很有感觸的話 第一個呢 就是很多大家都會喬晚 就是希望有多一點的投票性的主題影片 可是因為其實我們可能有一點想不到 就是要給大家投什麼票 那如果說你們也有自己想要投票啊 或想要知道的 也不妨可以提議一下我們 因為像我們這一次的爵士好老公呢 就是我們BL調查局的時候 老豆腐他在想要對社長說的話的那個地方呢 敲完許願的 那我那時候呢有把它記在心中 所以大家的留言呢我都會看 如果你們自己也有比較想要看的投票主題的話 也不妨在下面也可以留言給我囉 那另外呢 我真的是看到很多就是香港的朋友們來留言 然後都會跟我講一些就是希望可以看到我的話 還蠻感謝的 那我也希望就是下半年有時間可以去香港一趟這樣子 有沒有廠商要贊助一下機票 然後還有不少人就是說 自信想要投給社長一票 因為就是我是大總工沒有錯啊 如果我是BL漫畫中的工的話 真的是 這些人早上都被我幹爆了好不好 但是我要先擁有這樣子 我才有辦法當一個爵士好老公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欸 欸 夠久了 對 不行 不行 因為一位小豆腐是說 他曾經在台南的瓦城跟我合照過的小粉絲 我還記得談 因為那時候是我去台南做一日店這樣 活動前在那邊的餐廳吃飯 然後就被小豆腐抓到這樣 做的頻道呢 茁壯的成長這樣 欸 我的頻道過十天外了 開心開心 這樣 感謝大家 撇除到BL作品的角色的話 如果說是最佳老公 肯定是社長的吧 C 不要太妄想得到我了 哈哈 不會啦 如果說 欸 你是我的寶貝小時候的話呢 我會好好的保護你們的 要把你們寵上天 然後呢 把你們呵護得好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BL調查君 誰是BL當中的爵士好老公 也希望大家看的開心 看的喜歡 那如果還有什麼其他想要看的 BL調查局主題的話 真的不妨呢 在下面的跟我們分享一下囉 那最後呢 也不要忘了要幫我把影片按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給你所有呢 喜歡BL的朋友們 還要訂閱我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Nikki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握畫